像我也是覺得行程要排滿 如果是放假的話 我覺得要吸收知識 最好就是把行程排滿去接收東西 像比如說我在拍戲的時候 如果隔一天是下午的班 然後我晚上收工 六點鐘收工的話 我會覺得太棒了 那這樣子我至少可以 有一刻晚上的時間是可以好好放鬆 跟吸取別人經驗可以聊天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會打斷call我的朋友 兄弟們 誰有call我們出來 大家吃個飯我請客 我滿意願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聚會 吸收彼此的知識 聊天當中是可以吸收能量的 我就說大家約出來這個過程是很重要 我說沒關係 只要有空我們就出來 那個時候有一次我就記得 我約了打了十幾通電話 然後我找了 好不容易找了四個朋友出來 就是很開心 居酒屋裡面吃吃東西 彼此聊一下 最近近況怎麼樣 吸收別人的知識 聊完天之後覺得聊不過 你就去唱歌 以上唱到三點多 可是這個時候呢 之前有一個朋友 找他的時候 他說德烈我隔天要上飛機 我說沒關係那你行李先戴著 就戴著從那個居酒屋 一直到KTV 三點多的時候 他說德烈我七點的飛機 我五點一定要走 他說現在三點多 我們差不多四點鐘 我們一起兄弟們 好兄弟親和一起送你去桃園機場 我們就唱完 真的是就是包一台車 送他去桃園機場 那很有情意 五點多了 跟他離行一一的再見之後 我想說 那現在五點半了 天又快亮了 我們又在桃園 既然難得來桃園 那就買張機票一起去了 真的假的 可是我下午六點的班 我沒有辦法去 我想說那這樣子 我們就在桃園吃那個 桃園有名的早餐 你就覺得這樣子生活 是很有意義的 雖然是宿醉 而且很醉 年輕人果然是 年輕人 我就覺得這樣的生活 你不覺得很有意義嗎 第一件事情 你放鬆的心情 我就覺得第一個 我得到放鬆這件事情 最後就吸收朋友的這個 日月精華 第三 唱歌又得到了紓壓 第四 又見到了朋友 然後情和意 這段情意又保留了 聽起來超不清醒 超ㄎ的 你這樣子太逼了 你剛剛自己都講到約約約 只有出來四個朋友 因為你其他朋友 都覺得你這樣太緊迫這個人了 他至少約得到四個 你約得到幾個 我有一些沒見面的網友也很多 我們又上去拿 我們也有透過這樣子聊天嗎 所以還有一些看不到也很多 網友 就現在鬼的開示友來找不到 沒有 沒有那麼朋友 其實但是也不用夜唱到這樣天亮吧 你太累了吧 很過癮 這樣這個宅在家 我覺得我很開心 有時候不用出門 但是我們聽一下那種 長時間宅在家太閒 沒事做會不會也會悶出病 會 好不好 來 優雲 好啦 有專家就指出了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大家在工作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說 神經緊繃 會用腦過度 當然會覺得比較有壓力 比較累 沒錯 不過其實如果你嘗試整天 兩個週末 兩天都待在家裡面 也是會悶出病來的 就專家都指出 其實如果你整天懶懶的沒有事做的話 反而也會產生疲憊感跟倦怠感 所以也不是說你就兩天都躺在家裡 就是真正的讓身體休息 那我們緊接著就來看著 趴趴走足的痛苦時刻還有哪些呢 好 第一名就是被迫關在家 哪裡都去不了 就佔了35.1% 有網友就分享了 像是他生了小孩之後 如果要出國什麼的 就得顧慮到小孩 或者是有時候去看電影遊樂園 也變成說可能要顧慮到小孩的年紀 到底可不可以帶出去 哪裡都不能去 就讓他覺得很痛苦 那像現在疫情啊 前陣子有很多人在隔離或是確診 也讓很多趴趴走足覺得是 明明就看到門在前面 但是不能踏出去的感覺 真的非常的焦慮喔 那另外呢 宅宅宅女的痛苦時刻的第一名 又是什麼呢 好 就是如果朋友也很宅的話 那他們就永遠都不會見到面啦 有網友就分享自己的女朋友是個宅女 找她出去約會 居然還被數度放鳥 請問一下交一個宅女的女朋友 到底哪裡錯了嗎 好啦 宅宅宅女們 你們真的還有朋友嗎 因為宅宅家跟男朋友也會吵架吧 大眼 鄧小眼的 我其實也是可以出門 但是我就是需要心理準備 只是我心理準備的時間比較長 因為我覺得宅男宅女可能 普遍偏比較內向 真的 就我私底下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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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真內向 真的啦 真的 我們比較注意 你小心要燒心驚我告訴你 怎麼可能 你的內向的那一種 真的 現在是因為露營 不然我們真的都很害羞 不好意思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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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來 對 真的 男朋友約我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就是 最好是可以在一個禮拜 或者是甚至 最好是三天前 只要三天就好了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準備 就有那種突然約的 突然約真的讓人很困擾 我就覺得我要準備 心理準備就很長的時間了 要準備 然後實際上要準備的時間 我會很緊張 焦慮 對 焦慮 然後那個男友就說 我們現在就是 我突然翻到說有一個展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看 然後我就說 他說那你要多少時間準備 我說大概三個小時 然後他就說太久 然後就我們兩個人 爭取來爭取去 後來就 我們就妥協說一個小時 我想說好 一個小時就是弄一弄 化妝整理整理差不多 後來他到的時候 他其實只等了一個小時 又15分鐘 我下車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背對著我 他其實一定就看到我了 他就把摩托車騎走了 然後我就一直打電話給他 他想說為什麼都不回我 我就發現我被封鎖 15分鐘而已 15 因為對他來說 他是像是等了三個小時 又15分鐘一樣 因為你前面還要爭取那麼久 對啊 對 我來說 就是覺得你好像 很不想跟他出去 而且下來看到這樣 你說你花一個小時 真的會生氣 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那個版主 超心經 超心經 心經沒有超完 很不進 對啊 你一段 所以那你通告大概要多久以前跟你講 你才會願意找到 正常十六歲就都有空 再看 上節目又可以 那我要出來探集 對 那是工作 那是那種臨時跟你講說 阿喜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來賓怎麼樣要救火 我會心裡面真的會很緊張很焦慮 我想說我 所以以後救火 就不要找曾子余跟阿喜了 對 他們心裡面要成分 我們其實還是可以 真的 我們也要適合走出來 有 我們在家有在 也OK 我們可以 內外兼合就對了 對 可欠 我自己是有交過到很宅男朋友 我剛才聽我阿喜這樣講 我發現他男朋友真的很可憐 我男朋友很快樂好不好 沒有亂說 就是之前那個阿宅男友 就是我跟他說 我現在很不舒服 肚子很痛什麼的 然後叫他載我去看醫生什麼的 他都會跟我說 他說他給他十五分鐘的時間 他都沒有 我是要掛急診那種 你今天快死了 我跟他說我快死了什麼的 他說給我十五分鐘 他絕對是遊戲還沒結束 他就這樣等他 他不是要從別的地方趕過來 沒有 我這是在他家 我跟他說拜託 我現在肚子很痛 我快死了 一直冒冷汗 然後跟我說給我十五分鐘 他對你很好 因為一般來說都會說 趕快去喝熱開水 可是我心裡 多喝水 他在身邊有急性 他就一直跟我說 那你去廁所 他就說什麼 你一定是想上廁所 你趕快去上廁所 然後我跟他說我快死了 他就一直就是不相信我 然後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是宅的關係 就他不想出門 對 而且我跟妳 你現在肚子痛必須要三天前通知他 這我少說 而且 要給他三天六十五分鐘 對 我跟他在一起之前 就是我們是朋友的時候 我就在跟他聊天 就發現他說他都不出門 他說他除了工作以外 其他都不出門 我想說天哪 怎麼會有這麼乖的男生 然後結果 沒想到跟他在一起以後 他比妳更窄 他真的都不出門 而且他是 他跟我說他可以 好幾天都不吃飯 因為他說他懶得定外送什麼的 怎麼跟艾迪斯一樣 對 然後他就越來越瘦 然後我就覺得很擔心他 我想說不行 我覺得他可能一定是懶惰 我不想要安排行程 所以我就決定了 我來精心安排行程 我就帶他出去玩 妳有帶他出去玩 然後對 也沒有 帶他出去那種兩天一夜那種 老街逛逛 給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對 結果他回來以後他說 什麼為了我 他帶我出去玩 他覺得很累 很像工作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天哪 我精心安排 原來是我自以為是 因為他說他根本不想出門 他是為了我出門的 然後我那一次就非常受傷 然後我就覺得以後 我絕對不要再找他出門了 結果我就這樣子一個月 兩個月都沒想到 好大的懲罰 對 真的 真的 沒有 我真的都完全對他很冷淡 就是完全都沒有想到他 我無論做什麼事 我都不會問他 因為我想說 你就給我好好待在家裡 看你怎麼玩遊戲 對 結果沒想到他過了兩個月 跟我說什麼 我雖然宅 但是我還是很想出門 怎麼都不問我 他就覺得他不被在乎什麼的 半賤這種人 對 我們怎麼那麼囉嗦 對 阿宅超難搞 對不對 那是他男朋友 我們哪有 難處理我們 也會安排我們自己的事情 怎麼可能 他說我可以去 對 這樣多少 這樣多少 三天十五分鐘 對啊 三天前跟我們預告 對啊 都可以 對啊 但我平常就是如果 很無聊或什麼的 我還是會去找那些阿宅朋友 因為我知道那些阿宅 你只要打電話給他說 你現在在哪裡 他絕對在家裡 然後我就去他家 阿宅就是你一進到他家 你就會發現他穿著睡衣 然後躺在那裡 然後手上還會拿著電子書 一直看書 然後就一直說他在家很忙 我就覺得也太荒妙了 然後我就會去他家運動 然後跟他聊天 我跟你說他還跟我說 他覺得我很吵 因為他說他想要一個人 安靜在家裡 享受那個感覺的氛圍 你也很奇怪 而且在家裡 你也要去家裡鬧 因為我就覺得很誇張 我說你這樣不出門不行 我還拖他到他家樓下 曬曬太陽 你真的很好逼 你不能把你的想法 強住在人家身上 就是有這種朋友 一天在晚上 他屬於擔心朋友的好朋友 他擔心那個朋友有狀況 我們不是 你也太擔心了 我們後動是自己後動 我們不會拖人家什麼 真的就不行 對啊 安靜是自己安靜 我們也沒有逼別人 因為我們宅有一部分 就是我們喜歡一個人的空間 安靜 我們就想要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享受那種孤獨的快樂 就像是住在零孤塔裡面 不是 那是以後的世界 但是我可以幻想一些事情 你又一直好像說為我好 然後一直把我們拉出去 就很麻煩吧 對啊 而且我們也曾經想要出去 但是一定就是在外面 我們也遇到一些事情 我們有募力 我們也不想 就是一直討論 沒有 我也是曾經有喜歡出去 可能像晚上會去夜市或什麼的 我也喜歡就是去吃一些美食 小吃 但是因為 我知道你們一定更辛苦 因為像我這種不紅的人 有時候走在路上 就已經會被人家認出來 然後人家就會開我玩笑 所以現在討厭人家認出你來 不是 我認出來是好事 可是有些很沒禮貌 我相信你們都有遇過吧 因為我叫曾子余 不會 我們都超有禮貌的 這都很煩 而且德威哥都叫我曾多餘 叫著叫著有時候路人就會覺得 他好像跟你很麻煩 他說 曾多餘 你怎麼那麼多餘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我就對啊 所以你在路上會對這些粉絲生氣 沒有生氣 我就 喂 怎麼樣 然後我就走掉了 對 所以漸漸的我就覺得 這樣子好像也很麻煩 我就不怎麼喜歡出門 不喜歡出門 原因是因為他太紅 對 很多人生氣 不是 他被人家講 不喜歡人家講 不是怕是不喜歡人家講 對 為什麼你要講我 為什麼你要對我支持點點 我不喜歡這個感覺 不是這樣 這個不是 你們不要歪了 然後重點是 剛剛講到朋友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要交對朋友 像我也是常常有放朋友鳥 因為我們會焦慮 也沒有事先約 我們就很緊張 就時間要到怎麼辦 我要怎麼拒絕 然後想一大見 我拒絕會不會不好 對 就是很麻煩 然後有時候 我就是那種放朋友似乎吃鳥 然後放到最後 我就是反正 他們現在約也知道 我都不會去 而且我都是大概30分鐘前 才會鼓起勇氣跟他說 所以你不是真歌王對不對 放鳥歌王 放鳥歌王 不是 真的會很緊張 然後就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可能沒辦法去 因為我外景 他真的很討厭 我媽沒有看到我 我要陪媽媽這樣 我常遇到這種 30分鐘前 好不行 你為什麼不先說 因為我真的長很久 因為我真的長很久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們都不是正心的朋友 正心的朋友就會體諒我 我這樣放他扭 放他這樣子 他傳訊息 我也沒有讀過 那你也不是真心的朋友 你都沒有體諒人家 對啊 還騙人 人家幫你當好兄弟 好朋友 設計好一個行程 還提前約你 你就算要把鴿子放出去 也要先跟鴿子講吧 學姐 你幫我講簡直話 我幫你 我還有 就是其實那個鴿子 他只要飼料吃一點點就好了 對 你們不要又逼我們 他很容易到賽 對啊 我們不要那麼常出去 結果有一些人很奇怪 我們不去他還是去約我們 九二九只有跟你講 大家就不會約你 沒有 我要跟你們說 你們阿哉朋友都會說什麼 我很可憐 我都沒有朋友什麼的 我自己的朋友都會這樣說 結果才會一直逼他說 我們沒有 我們還有一個群組就叫做 朋友還很多 那個群組 那個群組沒有六個人 六個人知道嗎 我們都是兩年才碰一次面 有時候訂位要訂包廂 還要提銷 放鴿子 放鴿子真的很討厭 真的 差到放鴿子 這樣算放鴿子嗎 當然 我三十分鐘前有提醒他 沒有 你要想一件事 你如果不去三十分鐘 你輕輕鬆鬆打個電話 放鴿子就放鴿子 後續是這主救人要處理的 他曾經講的就是說 萬一那個是一個套餐 我還要幫你付這個錢 對 你沒去 如果答應了就不要放 對啊 好啦 對不起 反正他還是罵我 因為我只要有事情找他 他還是會願意出來挺我 但你交得到女朋友嗎 拜託 慢慢特寫好不好 再大一點我的臉 我這個臉 你問我交不交到女朋友 對啊 拜託 對啊 什麼啦 交得到啦 交得到 那你女朋友可以跟你一起挖家 我跟你講 女朋友這種東西 我的訊息就是會免會 這種東西 我一定不會不理他 因為相愛本來兩個人就是磨合 對不對 我要試著去接受他 他也要試著來接受我 當然 為什麼一定要出去營造儀式感呢 聽起來應該就是他 在彼此的家裡營造 聽起來應該就是他要配合你比較多 沒有 我在某些地方也配合他很多 有一些宅男的女朋友都是 在這裡 對啊 你好 你好 那如果我問你 比如說你今天 昨天出了外景很累 然後隔天的女朋友就說 好久沒約會 我們一起出去走一走 我們可以去頂了 我看星星 我們準備躺椅 上來之後換個環境 也不錯 然後準備一個蠟燭 我們在自己煎牛排 是不是很浪漫 沒有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 你出外景的地方 我想要去吃吃喝喝玩玩 你一定知道很多好吃的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夏天可能有台風 人很多 我們去那邊的時候 可能然後下雨也不好玩 我們現在家裡享受一下彼此的實況 而且我跟你講 男女走到最後 最幸福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平凡中那些瑣碎的事情 對 我們就要累積多一點這些東西 然後以後我們回想起來 就好甜蜜喔 好啊 好啊 那你想住哪個樣式的靈骨塔呢 我住 樓室比較好 居然是雙室 比較安靜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這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